疫情當前搶疫苗 希望能夠各個方式趕快進來臺灣吧 那麼四大縣市自己自立自強 雲林縣帶頭要自購百萬劑疫苗 今天公布最新進度 縣長張立善表示說 雲林跟南投花蓮臺東 透過盛紅醫藥公司 要採購五百萬劑的BNT疫苗 那麼盛紅公司也在二十四號 已經向食藥署提出了購買申請 雲林縣長張立善五月二十九號 宣布雲林縣要自購百萬劑疫苗 至今將近一個月 二十五號召開記者會 說明最新進度 表示雲林南投花蓮跟台東四縣市 已經共同透過盛紅醫藥公司 要採購五百萬劑BNT疫苗 採購疫苗四縣市動起來 不過張立善畫風一轉也炮轟中央 說要求民間購買疫苗流程 得附上原廠授權書根本造成困擾 行政院堅持原廠授權書 那我們都知道在國際的這個商業交易行為當中 跳過代理商要拿到原廠授權書實在有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以至於在整個疫苗採購上面臨到很多的困擾 雲林南投首長表示看到 雲林基金會跟台積電購買疫苗 得到蔡總統善意支持 也希望中央同樣能夠協助購買疫苗 多管齊下 記者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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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綜合報導